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过 前面的格子如果是空白的没有名字 那我也显示空白 前面有名字了 我才显示分数 所以按照这样的逻辑 因此我们必须要先让Excel先去判断 前面的那一个是不是空白 先判断 所以呢我们先判断的话代表我们要先找的就是if 我们用逻辑函数里面的if 好 各位请看第一行我们先让他判断前面那一格是否为空白 所以呢在第一栏里面去把前面的这一格点进来 也就是姓名显示的这一格 这一格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我国文分数查出来之后 我会往后拉 所以这一个不能跑掉哦 不能跑掉 所以这一格一定要锁起来 我们按一下F4把它锁起来 好 请注意哈 看看这一格是不是等于双引号双引号 叫做空白的意思 各位看到了哦 把那一格选进来 然后打上等于什么双引号双引号 那就代表判断前面那一格是不是空白 假如前面那一格真的是空白 请他执行第二栏的动作 什么动作 空白 所以我呢 第二栏就是连续的两个双引号 就是代表空白的意思 哦 这边要特别注意他的表现的方式 好了 万一前面有名字了 那有名字的话就不是空白啦 那不是空白的话就不会去跑到第二栏去做 他会跑到第三栏去做 好 那第三栏呢 意思就是 既然他不是空白就代表有名字跑出来咯 那我们就去把那个名字查出来 把他的分数查出来 所以呢 我点到第三栏之后啊 怎么做呢 要去查询 所以呢 我们就到左上角这边 有个往下的小箭头这边 有没有 点下去啊 请各位选什么 Vlookup 同学注意 为什么是找Vlookup 我是找Hlookup 对 因为我们这个成绩是垂直往下输入的 它是垂直的查询 所以是Vlookup 请注意了 好 那我们各位呢 你看哦 进到内层了哦 进到深层内层的函数了哦 那这个内层函数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看哦 第一栏当然就是拿前面的名字进去查 所以第一栏就是一样 请你选A18这一格选进来 要不要锁呢 要 因为我等一下会往后拉嘛 所以选进来记得把它锁起来 哦 抓那一格去查就对了 再来第二栏点一下 第二栏就是参照表的范围 所以在第二栏呢 麻烦各位从姓名这一格哈 按住拉拉拉拉拉到最右下角这一格 手放开 啊 这样就好啊 啊 専管不要锁 不用啦 标题那不用锁啦 那对于来说 没差啦哦 好 所以呢 就从如明明这一格开始 拉拉拉拉拉到九 哦 拉到最右下角这一格 啊 记得哦 一样要锁起来 因为还是那句老话 我等一下往后拉 我要往后拉的 往后拉的话 这个范围不能变 所以把它锁起来 好啦 接下来第三栏点一下 请问国文在第几栏 对 所以给它二 好啦 最后一栏点一下给它零 代表当它找 把这个人的名字带进去找第一栏的时候 记得它一定会找到一模一样才行 所以我们给它零 好啦 OK了齁 我们呢 内层函数做好了 内层函数做好了齁 来 我们回到外层 滑鼠啊 移到我们的资料编辑列齁 把这个椅符啊 轻轻给它点一下 好 各位你看 它就进到了最外层的椅符来做了 所以这边就完成了 哦 确定一下三栏的确都OK了 我们就按确定 好 查出来七十分 我们看一下 张雨萍加 对过来七十分没问题 如果你今天有选了别人的名字 那它一定会跟着改名字 再者 如果你把这里面点一下 把这里面的名字把它删除掉 Delete 把它删除掉 那它呢 就会恢复什么 空白 像这样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齁 直到呢 你再把名字选进来为止 它后面才会跑出来 哦 OK 我先停在这里 那上次我们就做到这边 麻烦各位 你等一下从英文分数这一格 先自己做 把英文分数这一格 你一样把它做完之后 再往后拉 往后拉呢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怎么改公式 所以请各位呢 英文这一个 请你再做一遍 自己把它查出来好吗 你把英文那一个 从头到尾的把它做一下 什么了 可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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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看到了齁 来 开灯 好 修阿摩 好 OK了齁 麻烦各位 英文分数那一格 你们先自己做 哦 做完以后再往后拉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